武漢肺炎4月高峰, 推算140萬人中招, 絕境求生, 全民自我隔離, 同沙士類同的新型冠狀病毒, 武漢肺炎, 因500萬武漢人在春節期間回鄉劃外遊, 令病毒以幾何級數擴散, 在全球急速爆發, 特首封關封證三個口岸, 多位疾控專家警告, 全港劃有140萬人中招, 預計4月份就會是疫情的高峰期, 絕境下最有效就是 全民自我隔離保命, 港人面對疫情, 只能靠大口罩或者勤洗手防範, 令相關防疫品被搶購一空, 供應商亦由內地撲貨撲到歐洲, 想知道更多精彩內容, 請留意最新一期東周刊。